對,我去吹龜桶 等一下 我覺得有點燙 沒有,因為... 好,我不要吹,我不要吹 對對對對對 你比較不習慣吹 我沒吹過 有吃過龜桶嗎? 嗯,蠻常吃的 你是早上吃,晚上還是睡前吃 大概一天吃四次 YES 很營養啊 幹營養啊 幹營養 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龜桶 對啊 你不是很常看到嗎? 可是沒這麼大 首先就是要把它洗一洗 因為這個其實都有清過 但是還是會有點濕 就要把它放進 波子裡土 它有蛋白 好,因為滿滿的蛋白質 而且它有時候會噴你的東西出來 油 油脂 背頭很多油脂 喔,很香耶 對啊,我們再讓它... 你不要偷擦我的龜桶 都擦龜桶 然後加細心的很久 好,終於我們的龜桶好了 我有時候都會把這個 龜桶的皮搬起來洗 因為這樣子 裡面才不會炒 很髒東西 對對對 魚比較新嘛 然後你又不知道它吃了什麼 對啊,我去吹龜桶 我覺得有點燙 沒有,因為... 啊,我不要吹 我不要吹 對... 你比較不習慣吃 我沒吹過 你看這個都熟了 所以這個肉就很好吃 然後像這個頭的部分啊 對 我都會這樣拿起來自己這樣洗 尤其是這種大的龜魚頭 你等一下 一絲龜魚頭 再一點點不加分 等一下吃起來感覺如何 這個很有味道耶 真的 哇 哇 哇 哦 原來是這樣喔 對 好快就做好了耶 好香喔 哇 什麼感覺 味道很好吃 沒有口感 包皮的口感在我嘴裡 包皮有嚼勁 鮭魚的香味 它上的東西味道都不是很重 所以你可以很明顯吃到鮭魚 有奶香鮭魚的感覺 哇 很有口感的奶香鮭魚 我那個皮都有翻起來 其實都不會有腥味 對 好,那我們現在要來擺盤了 好,我們昨天去爭錢買 這樣子是90塊 鮭魚頭這樣是60塊 這個起司條是90塊 這一道是250元 就可以做出了它的料理 哇 你看它還會立起來 來 料理就完成了 怎麼樣 還行嗎 很多汁 很多汁 味道好不好 好吃 真的好吃 又方便 又從它的暗示 暴魚 鮭魚頭 和乳 超級好吃的 在家邀請朋友來開瓶酒 然後 就這個 這算是厲害的原創下午茶 鮭魚頭跟鮑魚皮很搭 嗯 他們本來不就是搭在一起的嗎 真的嗎 你的是分開的 喔 是是是 學的 學到很多 我要做給Lucy吃 讓他先吃一下那個鮭魚頭 他平常沒有很常吃喔 他 很像 他覺得鮭魚頭都蠻新的 可能我沒有洗乾淨啊 我學到鮭魚頭 放起來一些 對 皮要翻起來 好 我學到了 謝謝鋼鐵妹 對對對 大家有沒有想要看鋼鐵妹在做什麼料理的話呢 下面留言 對啊 下面留言 記得追蹤鋼鐵妹的IG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大家新年快樂 拜拜 拜拜 謝謝鋼鐵妹 好